好 開始 好 那個 那個歡迎各位參加今天 這個月的一股建經中國歷史系列講座 我是講師江一太 很榮幸這個月跟各位報告 孫秋戰國歷史人物講座 章爾成於烈傳 也順便向各位報告我一點讀書的心得 這篇章爾跟陳瑜在史記中其實名氣並不大 在當時他們是那個當時一個大時代一個 具有特殊性的人物 說他們很特殊也沒有那麼特殊 如果不是因為時代的動盪 他們很可能也只是就是隱藏在時代背後的奇人 或者說是名人 有名的名人 不過太史公注意到這些人 當然我們可以去講這跟太史公為什麼 司馬前為什麼會注意章爾跟陳瑜 這跟太史公他親身遭遇及他親世有一些關係 在當時 在當時張爾跟陳瑜 在他們兩個人在最落魄的時候 據說 張爾跟陳瑜在為不一時 相與為文謹交 可以說在那個時代 在他們最貧窮最落魄的時候 他們是天下間最知名 以及最有名氣的生死之教 不過 他們名氣大到那個時代幾乎大部分人都聽說 可是當他們得到權利得到地位之後 以及他們他們隨著時代的演變 隨著革命的浪潮 當他們捲入複雜的利益衝突後 他們最後也變成了天下間最知名的 生死仇敵 從朋友到仇敵 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然後又為了什麼呢 那這段故事是太史公描述的 史記中其實有不少段 讓人印象深刻的友誼關係 例如說像是管一列傳 管仲有一句話 他說 這話很有名氣 他說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抱子也 他說 真正給我肉體生命的 是我的父母親 可是真正讓我 真的懂我的 有時候你的父母親還未必真的懂你 真的懂我的 是抱鼠牙呀 這是管暴之交 而以管暴之交文明厚實 所以太史公看到的障碍跟成語 他也不得不感叹了 為什麼 有些朋友 他們的友誼沒有變化 而有些朋友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他變了 那種可靠的 可信的忠贈關係變了 太史公其實對這一些 其實有 很深刻的心 那個 那個什麼感慨 這其實你可以 這點想到太史公的親身遭遇 在那個太史公寫的報認案書中 他說 當太史公親身被捲入到李林事件時 當時判了 污告 污上 就是污往 漢武帝 後來漢武帝把太史公打發 交由當時司法官員審議 所以說足從利益 最後那個太史公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那個下場是什麼 據說當時太史公 被判 倘若你有錢 付錢 你可以去避免你的罪 可見的那個那個這個這個這個罪行 其實那個什麼 並不重 有錢可以豁免 當時太史公說家貧 可是他家非常的窮 沒有錢可以贖罪 而當時太史公說交由莫救 當初太史公所親自結交的朋友 沒有一個人願意在這個時候去救他 甚至左右親近都不願意為太史公講一句話 然後太史公 然後太史公身幽靈無之中 就在監獄中待著 而內心的苦痛無可告訴 就因為太史公 就因為太史公 他被朋友背叛過 所以太史公特別去肯定 緩暴 兩人相知的這範友誼 同時也感慨啊 朋友之間出滿了變化 當然那個除了那個朋友這一輪之外 我們今天講那個藏兒跟成語 其實在藏兒成語中 他也補述了許多內容 幫我們去理解那個動盪的大時代 而不得不說 就在那個動盪的大時代 出了一些特殊的人才 以及特殊的眼光 哪怕是革命 裡面也花也沒有充滿許多多的花樣 首先我們講那個先講開頭 文章開頭 章跟成語 這兩個人可是他們的前半生 他們是有運氣的 他們都入獄貴人 都有貴人相助 據說張兒則大良人也 大良就是魏的首都 戰國是其魏的首都 據說張兒年輕時 其魏公子無忌為客 恰好趕上了 他親眼看到 當時戰國末期 最知名的 以及最賢人的魏公子 同時作為魏公子的門客 他親自看到魏公子的風采 後來張兒隨著時代動盪 張兒成王命為了逃命 跑到了外皇去 後來外皇有一個婦人 他的女兒 非常的漂亮 是可以見 嫁庸奴 雍奴 是常公 後來王其夫就是 背著丈夫司逃 去抵復客 後來逃到了他父親的門客家里住 这里古人读书 据说对这边有了质疑 他说漂亮的女孩怎么会去嫁给长公呢 等等 后来看到汉书同样也是记载这条资料 不过汉书的解释稍微合理一点 汉书说外皇妇人女圣美 庸奴其夫 就是奴役她的丈夫 后来贝德丈夫是桃 桃到 不管怎么样 这个女儿她的婚姻不幸 那个妇客 她的父亲的门客 谁谁谁不知道 不过据说这个人 一直以来就认得张耳 同时也知道张耳贤能 觉得她的将来一定不得了 因此赶紧奉劝那个漂亮的富家女 就跟富家女说 你倘若觉得婚姻不幸 你要找闲人的丈夫 那你就找张耳吧 后来那个女孩听了 女孩接受 于是就请求复刻 帮她跟她丈夫离婚 请绝断绝关系 然后嫁给张耳 当时张耳自时脱身 由就是她一个人单身 在外漂游 而她的娘家 女家后奉起张耳 据说拿大量的金钱 移工给张耳 让张耳发展她的事业 发展她的人脉 张耳已故自千里克 她招致了来自千里之外的门客 有人说这就是学位公子 没错 后来于是乃换位 据说做卫国的官 为外皇帝 名有此亦显 可见张耳 他早期入狱贵人 后来贵人早期压宝 早期压宝 那陈渝呢 陈渝也是大量人 炮如素 素由造苦行 后来妇人公胜事 以其女妻之 一只成鱼 非庸人也 可这个陈渝也同样的被另外一个富家人看上 也同样娶了富家女儿 知道陈渝绝对不是一般人 这两个人 张耳跟陈渝这两个人 在生命的某个阶段 都有类似的遭遇 多于贵人 这就是 这就是早期投资 先期投资 这有点像是 现在世界各国 欧美各国纷纷 晕缘乌克兰 这都是早期投资 未来这些国家都要拿回来的 乌克兰 未来未来 这个国家可能已经没有未来 他们未来已经被卖出去了 可怜 于年少不失张耳 据说陈渝跟张耳开始供病题 这两人其实在前期很长时间是相处在一起 因为陈渝比较年轻 所以他是以父亲的身份去侍奉张耳 而两人相遇为文锦交 据说两人的感情好到 可以互相为对方割脖子 为互相而死 都是生死之交 后来秦灭大梁 秦国消灭了魏国 而张耳家当时在外皇 据说高祖 这是未来的汉高祖 刘邦 据说当时在平民时 也曾跟张耳有一段交友 据说高祖 据说住在张耳家 住了几个月 这边说明 张耳跟汉刘邦 两人相交极早 这是一个伏笔 因此后来张耳兵败后 他后来跑去 他可以跑去投靠汉王 而汉王也对张耳 分外的信任 等到秦消灭魏几年 后来连秦都听说 此二人 魏之明事也 是魏国的有名人物 名人 奇人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仿若整个时代没有变化 这两个人可能也只是一个 隐藏在大时代 某个社会角落的有名人士 这两个人未来的前途 不知道 但他有名 就说有名气 为何有名 已经没有交代 但有名气 能不能认得 据说为 购求 就出钱 买 张耳的命 千金 乘于五百金 大概 成那个秦政权为了去 稳固政权 所以要去抓这些特殊人物 逼得张耳跟成瑜只能去变民性 隐姓埋名 后来跑到了城 为礼尖门 就是一个看门的 然后来养活自己 以前我的老师教我读史记啊 他说古代有一个特殊职业啊 这个特殊职业是什么 这是看门的 礼尖门 这个特殊职业是什么 这个特殊职业可以在最快时间 在大都市的 看门的 这些人 虽然官子很卑微 可是他们可以在最快时间 去看天下的知名人物 古代不像现在有网路 有发达的新闻媒体 然后有Google 我们想要去认得谁 我们可以只要透过Google 我可以很快的资料 包括一个人长怎么样 有什么样资料 什么八卦很快都会看出来 可是在古代想要去认得名人 其实并不是容易 当年那个什么 当年那个什么 谁我记得 利益基 利益基据说也是做一个看门的 突然有机会 见到刘邦 一直跟刘邦谈好 实际中也有一条资料 也是有一个看门的 抓到老子 运逼老子 你非得写什么东西 于是老子逼得被写 可见这个职位其实很特殊 它有它的特殊性 官子很卑微 欣慰也少 并不被看中 可是总能看到特殊的任务 就像老子 韩非 实际中老子的列传 他说老子修道德 他的学术 的宗旨以日饮无名为物 这个好复杂 我不多不多解释 据说老子在周 太久了 看到收的衰为 因此离开周的江云 至关 他这样子讲 防护老子是一个人 而不是很多人 就真的有个活生生的人 就这么在 那是不是老子 就真的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 不知道 他据说老子到了官 官令营 依洗 官令依洗 就是他们的官依洗 硬抓住老子说 老先生老先生 你都将要退隐了 为了这个时代 为了 文化吧 非得写些什么吧 不然我就帮你走 硬抓老子 老子被逼 不得已 那好 乃著书上书篇 言道德之意 五千余言 然后离开了 因此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道德经 老子道德经 离开了 莫知其所状 可见这个这个职位就像我老师所讲的 那个官令 就是那个李坚门这个职位 他还有他有他的特殊性 后来张尔跟陈宇两人相对 我不知道 为什么古人有人有人说有人就从这四个字 两人相对 指这两个人坐在里间里里相的大门 两人相对坐 有人说就光两人相对一句就写两人心相知 默默神情如见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过度解读 不过那个下面一段故事 把两人之间那种相交的真情 他们相互之间以情谊 相劝勉 交代了很清楚 故事很简单 故事就是 有一个情的小官吏 据说 陈青 不知道为什么当场 可能拿竹边 啪打陈宇 陈宇当时 愤怒的 就想起身 拼命 旁边的张尔赶紧 捏之 踩到陈宇的脚 提醒他 你就老实的 接受折法 等到官吏 停的小官吏走 当了 拉着陈宇 走到那种 没有人看到的 桑树底下 都被他说 还记得 死无与公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讲的那些话 还记得我们当初所谈的理想 我们讲的未来吗 你怎么个因为 小小的羞辱 就想去跟那个小官吏 拼死 而欲死一小 而为这个小官吏而死 值得吗 为了我们的未来 值得牺牲在 这种小羞辱中 可见里面可以看到这两人之间 这番情义 而到最后以情义 相劝勉 赞尔的意思很清楚 他说 因为日常生活这样的小羞辱 握出性命 跟小力拼命 值得吗 而这样却 值得 这有点像是苏氏 刘侯润里面一段话 他说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 是因为千金之子可以拿出的钱去贿赂 这也是一种讲法 这个在货质列转 货质列转 货质列转就这么讲 不该死在盗贼手里 因为富有人家子弟生命太宝贵 死在盗贼手里 不值得 意思有点像 不过那个可见的年轻的章耳 年轻的陈鱼 他们可以 互相 以情义相劝勉 在他们最贫穷落魄的时候 也是他们情感最真挚的时候 不过那个太史公后面讲到 时代会变化 而人心也可能随着时代而变 啊 啊 后来请 行政权 下诏书 正式的行政命令 购求两人用重金买这两个的命 而两人一反用门者 又反过来借着监门的身份 以令理终 就是反过来用监门人的身份 把上头发来的命令 传达给全理相 误导秦政权 就在那个最危急的时候 他们借此保住性命 可是等到了陈瑟 那个不得了的英雄 被逼得不得已 陈上革命的 后来张尔和成瑜看成圣四大赶紧上业就是求见成色 当时成色及成变的左右人 据说他们年轻时也数次听说张尔和成瑜贤能 只是没来得及去见这两人 见其大喜 不得不说张尔和成瑜年轻时的声明 帮助他们打入了成色阵营 可是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 也算是一种名人效应 后来下面 此时那个成色正面临 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公民事业的抉择 成帝的豪杰富了 在成帝的那些地方的精英人物 于是劝说成色说 将军身 披肩之类 披着肩甲拿着武器 帅士族以诸暴情 不立储设计 存亡忌决 这存亡忌决是不得了的 这是古代人为的大功德 存亡忌决就是把灭亡的国家 重新复活 把断绝的世系重新接上 存亡忌决在古代 这是 王者才能享有的大功德 例如当初的启皇宫 他说 因此就赞美成色 功德已为王 而且他说 成色想尖灵 天下造版的诸将 不称王 不可 因此愿将军立为楚王爷 不得不说 这个就是最早的黄袍加生了 这就是最早黄袍加生 那成帝富佬这些话 就拍马屁的成分多了 那个成圣的功德 存亡忌决 这个 这个是说不上啊 当然那个成圣武广 当时他们起义时 他们当杀掉 那个楚的那个军卫 他们的确打出张楚 这个号召 因为他们看到人心相处 可是你说他们复利 楚设计 这未必啊 成色未必啊 不过在当时 这个是 是否称王 这是个大事 也是个重要的抉择 成色于是跑去问 张尔跟成羽两人 因此两人回话说 你不应该如此 你不应该如此 两人那个回话说 他说 不情为无道 破人国家 灭人设计 消灭六国 毁灭设计 绝人厚世 疲 那个字是疲惫的疲 就是 尽可能的去剥削 以及压榨百姓的力量 耗尽百姓之财 这是秦 在高压暴虐统治下 一个腐败的状况 因此将军 就是成色 瞠目 张大眼睛 张胆就是 豁出去 品而走选 不万死 经过千辛万苦 不顾一生之计 一直挺身革命 为天下除残眼 是为了天下去 革除暴贼 这话讲的 非常具有理想性 他说 今天你到了城 因为拒绝五万几万人 而自己称王 注意 这就是 你自王 自己称王 注意 这就是 是 天下 师 意思就是 这时候若成生 自己称王 那不就是 向这个世界宣布 你是因为自私 所以自立为王 根据古代社会的普遍意见 仿若你有私心 你就很难 普遍的得到人心的支持 我记得台湾社会那个在某一年的春节 遇到一件事情某家航空公司 那个航空那个司机 罢飞 抓住那个 就是春节时 就是那个过年时期 人们都要出具旅游 那个关键的黄金时刻 他们集体罢工 提出诉求 他们提出几个诉求 第一点 他说 他指责航空公司 剥削 这些职业驾驶 台班表排得太密集 影响飞安 话题一提出 全台湾社会 聪动不已 同时大批的人 支持这些 发动罢工的那个飞行员 可是当他们提出第二个诉求时 整个台湾社会 就有许多多复杂的声音 他们说 航空公司 引用太多外籍驾驶 剥削了 台湾人驾驶的 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工作气会 他要航空公司 少用外籍驾驶 我看到这次新闻 我就想说 今天这些人呢 也是有私信了 如果今天你提出罢工理由说 为了飞安 全台湾社会都会支持 可是你说 你为了说 你要保住自己的金饭碗 减少外籍劳工 那个 大家坐飞机 谁在乎驾驶是 哪一国人 阿拉伯人 美国人 飞玉宾人 只要只要只要他能开飞机 我管他 那什么国人 其实那个那个那个 外籍员工的驾驶的比 那是驾驶阶层 台湾驾驶的私心所在 后来这些事情啊 后来那个什么 据说这个这件事情 后来在那个什么 我个人认为在社会 在社会那个人心上 其实那个得到的那个什么 因为有私心得到的社会支持不多 当然背后左涉及的利益也很复杂 后来这事情不了了之 其实那个就像是张尔跟陈舍所讲的 他只质疑陈舍 只要你有私心 你能得到的支持就不会多太多 可你甚至还会面对更多的社会职责 因此那个什么张尔跟陈瑜 因此他就提出一个极其理想的 他说愿将军勿王 不要自己称王 你应该急赶紧的引兵往西 推动革命事业 而且派人去树立六国的后代 以此自述党为情并为情增加敌人 你能够立六国的后代 这才是显示大公无私并迎合民意的做法 因为据例张尔跟陈宇讲这段话时 当时六国消灭大概才十几年 十多年还没有二十年 十多年 人们依然对六国保有强烈的眷恋 所以立六国后一直是当时革命时期 一个重要的议题 以及是重要的民意呼唤 后来向良做了 然后各地也类似 也有类似的作为 过当时承设不要 承设不做 张尔成瑜在这里说 你若真的能够立六国后 这才是大公无私 而且还可以替自己增加盟友 他说 你若真的做到这个 好处是什么 他说敌多得利分 那些福利的六国后代 都会慢慢去 瓦解秦的力量 与众则兵强 如此也无交兵 陷无守生 就是田野上无人抵抗 各县城都没有去为秦坚守者 这话有点理想 这个张尔跟陈宇这段意见 可见都过度理想 诸暴情 遇咸阳以令诸侯 诸侯灭亡 而再次在你手上得到树立 以德福之 如此则地业成也 今天你若独单独望尘 你自立为王 孔天下 就瓦解 就松起 而城市不停 所以自立为王 我不晓得 城市为什么不停 会不会觉得 会不会觉得这些 那个张尔跟陈宇这对这些意见的过度理想性 我不知道 不过对城市来说 你好处不拿到自己怀里 不抓到自己手里 那意义何在 在那个动乱大时代 我们太史公赞美陈舍 他是第一个挑战强权 不得了的伟大英雄 可是在陈舍身上 他的亮点亮光点 他的优点也就只在 挑战这个时代 陈舍其实是个短视的 鼠目寸框 眼光 眼光狭隘 有缺陷的英雄 对此时的橙色来说 好处不拿到自己怀里 一切都没有意义 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啊 张尔跟陈宇这段话 其实充满了理想 充满了理想 我个人觉得 就像是 诸生之剑 这四个字啊 诸生之剑 就像我老师说 苏文波虽然讲了一大堆东西 诸生之剑 不是那种 都有点纸上谈变意思啊 不是那么真正切近现实 不是因此否定理想的重要性 只是在那个动荡的 那个大时代之中 你没有贴近现实 很难去真正的去打动人 而且那个而且而且 你也在那种荡荡的大时代 你也要想清楚 你要你要打动谁的人 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可以去看那个张良刘侯列刘侯释迦 刘侯释迦有一段 刘侯释迦说张良遇到好多人 他把他的意见提供给许多台面上的重要领袖 他把他的意见提供给许多台面上的重要领袖 那些领袖听了没有人认得没有人同意 唯一同意的 唯一同意的就是当时最落魄的 还不成势力的 配供刘邦 后来张良才把全部的心力 全部的智慧压榜在刘邦身上 而觉得刘邦 这个人可以一起努力一起合作 所以那个什么 对那些在动荡时代的那些测试的人来说 第一个你要有见识 第二个你要找你要找对 你要找对老板 你没找对老板 那个是个悲剧 那你若没有足够见识 那当然有悲剧 当然就是有一季有见识 又找好又找对老板的伟大人物 后来张良跟陈尔再次献祭 后来陈渝再次劝说张王 他说代王举良储 基本上基本在当时的储地 他说陈舍你当时依靠良储这个地盘往西边打 误在入关努力打进关中 还未及收河北 就是还来不及收造烟这一代地方 那陈渝说我曾经去游历造地 知道当地的豪杰还有地形 愿请骑兵往北攻略造地 开脱地盘 因此陈王以故所善 他最亲近的陈人武臣为将军 赵烧为护军 而以张耳陈渝为左右教卫 与足三千人北略造地 我们若是从这个人事安排来说 明明是陈渝献祭 可是主导者不是陈渝而是武臣 可见得真正主持开多T盘的 依然是陈胜的自己人 张耳陈渝虽然 凭着自身的名气打进陈舍阵营 他在陈舍阵营还是第二线 他不是那种最核心 他是原理核心 说穿了 那是为人也还是为人打工的 为人抬轿的 这后来让那个张耳跟陈渝对陈舍 有怨恨 有怨恨 其实那个若是各位有机会去看那个什么 陈平 陈城胜世家 陈平为什么后来 离开项羽 跑去投靠汉王 难道陈平没有能力吗 陈平那个话说的很清楚 他说张耳这个项羽 就是那个小集团 以贵族为主的小集团 贵族出生的小集团 你打不信那个小集团永远都是替人家打工的 你永远都得不到好处 而且永远都得不到信的 陈平陈平说我何苦 我也想得公民富贵 于是陈平跑去投靠汉王 汉王立刻接纳陈平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汉王对陈平有特也是特殊的人事安排 人家告陈平 这是项羽那边来的人绝对不可信 告的人很多 汉王听了 立刻提拔陈平为监君 就是监督那些告他的人 这里都有生意 告爱陈平成为汉王的真正的心腹 讲句通俗的 汉王所有不可告的坏事都陈平做的 都陈平干 这才是心腹 后来那个武城 后来从白马渡了黄河跑出县 这个时候大概是在造地左右 就劝说当地的府了 你可以看到从这些说辞可以看到 这就是当时那个什么 我们可以说就是起兵的那个什么 起兵起义的那个文告 起义的文告 他又批评当时秦政权高压统治剥削 人们剥削到什么地步 他说情为乱政 虐情 政治很混乱 心法很苛虐 以残贼天下 这每个字连都抽在一起 看起来都很可怕 他说数十年已经数十年了 北有长城之意 南有无领之数 这是讲那个当时就是利益 利益的辛苦 辛苦到什么 每个人都得被剥削 不断的压榨所有力量 要么就是修长城 要么就去修迟道 要么就修陵墓 要么就跑到那种最荒腰野外去 武岭就是 就是那个中原的南方 包括秦岭啊 就是到远地方占卫兵 那个束手卫兵 这些都非常辛苦 外内骚动 百姓皮皮 以至于老师 以及以至于人民 非常的痛苦 投惠积电 投惠积电就是按人头计算 积电就是用本机来去 收敛道股 这边去形容那个税有非常的重 逼了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以工军费 台溃力尽名不了神 再加上重罚 可行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就是大家活太痛苦了 所以大家来革命 陈王奋毙为天下唱死 这个陈舍不得了 不得了啊 他是第一个为天下打打出天下 打开一个新未来的人 英雄 妄处之地方两千里 莫不想应 家自为怒 人自为都就是 家家为了自己受到欺压 发怒 而人人为了血齿奔斗 各报其怨而攻其仇 就在这动乱池带中 杀掉你怨恨的人 杀死你的仇家 便杀其令城 俊杀其守卫 可见这个这个怎么武城他所提倡路线啊 用我们现代话来说 这是一个以下层 下层人物为主的 暴力革命路线 他鼓励下层的地方人员 对上层领导有仇报仇 进而颠覆一切秩序 摧毁一切既有的阶层 你如果想翻身 看掉你的仇家 这是让下层人 重新翻身 出头的好机会 不得不说动乱给了许许多人更多的机会 其实许许多多人物啊 就像是当初的佩公 张良 陈平啊这些 这些人出身都并不好 张良是流氓出生 配公是流氓出生 陈平是三级平隆之子 繁快卖猪肉的 焦和地方一个小官吏 如果没有那种时代动乱 他们也许不会成为未来真正鼎鼎大名的歷史人物 而武成这段话基本上其实很清楚 就利用人们对于那个 那个领导人上级领导的仇恨跟愤怒 藉此去颠覆一切 造反 这是那个什么 这是一般的 常常使用一个策略 超使用策略 不如此根本无法颠覆一切秩序 以及摧毁一切的既有阶层 如果你对既有阶层不满 你又很容易听武成这段话 武成说这是最好的革命时代 他说今以张大除 他说今天已经张大了除 并且望成成国成生自亡了 自己称王了 此武广 周文 降足百万 西极其 基本上这个是不是真的有一百万的士兵 这个基本上都是夸口 都是夸口 大概几十万的流民 几十万流民 他说与此时而不成封猴之业者 非人豪也 不抓住这个时刻 干净革命 让自己成王成猴 约对不是人物 诸君士相与之 你们赶快努力去计谋计划这一切了 出天下同心而苦情 天底下那些人 抱着同样的心情 而怨恨秦朝的人 已经非常久了 因天下之力而供无道之君 抱父兄之怨而成 割土有土之业 此事之一时也 豪杰皆难其 那这些话 基本上充满了聪动 那三动心就是 就是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革命时代 而且已经 已经 成王的手下 吴广 这我已经将百万众 往西边打 你不抓紧这个时机 你就错过了 当然你说这些话是不是事实 大多不是事实 或计有三动心 据说 于是乃行收兵 得数万人 因此号五成 打出名号的 为五姓君 下造十成 据说 这样的路线 暴力革命路线 也只打下造地的十座城池 鱼皆成首 其余皆守成 莫肯下 可见呢 还是有许多人 对五成这段路线 有疑虑啊 当时 那个动乱大时代 这个是个鼎鼎大名的测试啊 快通 出来了 我们说动乱出人才 而快通也是一个极厉害的人才 我不知道快通为了什么 不过快通 看透了 五成这个革命路线 他无法做大 而快通 提出新的 战术 而取得更大的结果 我们可以说那是个动乱人才 只要你有四箭 哦 你或许就取得一席之地 而快通有见识 据说 据说当时五成 先引兵东北极范阳 范阳的快通赶紧去劝说范阳的县令 就告诉范阳县令说 你就快要死掉了 但你最好 但是你的好 你的好 你的那个幸运是 你运上 怀中说 我听说你即将就死掉了 啊 所以我来 哀悼 但是 我也 也恭贺你 因为遇到我 你得了活命 一吊一贺 有人说 快通名于事迹 跟战国时候那种 轻微之事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快通这段话 基本上他的手法跟伎俩 就跟那些战国的辨识 基本上是一脉相承 他说 凯通开口就是吊贺病治 一个是吊 一个是喝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违言耸听 好意思 真正的抓住 别人的注意力 这个我们现在娱乐新闻 社会新闻 还有政治新闻 所有标题杀人法 基本上是一脉一脉相承 不过古代 没有标题杀人 这几个字 不过快通在讲这话 故意违言耸听 好抓住人的注意力 各位若是有机会去读战国测试 你会发觉当时许多说话 艺术 都是透过这种极度的夸张 好抓住人的注意力 那非常先 就立刻被抓抓 说你干嘛挨掉我 快通说 你其实该死了 为什么 结怨太多 可是你又没死 到底为什么死 我们其实从这边可以看到 那个 那个 为什么情 最后 他是以动乱作为结束 快通说 情法重 情的法度 极其严苛 严苛到什么程度 严苛到 哪怕你奉公守法 你做犯阳县令 你做了十年 想想看 你杀掉别人的父亲 你让许许多多人成为孤儿 砍断别人的脚 砍人家的头 不可申诉 你可以看到那个情法严苛到 哪怕你奉公守法 你都逼得得 杀许许多多人 而那些慈父孝子 为什么不敢把刀 插进你的肚子里面 不就是因为 为情法尔 讲穿了 泛洋县令结缘过多 为何没死的理由不就是 你有个极可怕的靠山吗 就是现有的情政权 现有的秩序 那是保住 泛洋县令 身家性命的靠山 而 宽通说 今天下大乱 既有的秩序都崩溃了 所以 宽通说 发现你若是毫无作为 很快的就会有人 大刀插到你的肚子 因为你曾经 杀掉别人的父亲 断人家的手足 让人家成为孤儿 所以那些人会报仇 就一定会杀掉 这不就这个那个什么 意思就是如果犯洋令无可作为 那些下层人士 就会来杀死 所以我哀到你 我觉得你快死 可是宽通又说 今天下诸侯 各地叛勤 而五姓军 五成的兵即将到来 而你坚守犯养 少年们会为了革命 争着杀掉你 并向五姓军投降 而你的好处就是 你幸运就是 你如果赶紧 派我去见五成 你就可以转祸为福 我相信那个 那个范洋令 如果有点脑筋 大概被 一定会被宽通吓的 不知道那个五成 那个不知道 宽通在这边拿什么 拿多少好处 不知道 不过后来 翻洋令就赶紧派 快通去见五成 快通 开口 这也是一段不得了吧 快通说 足下你一定要 战胜 透过战争 才能拿到土地 凉攻 然后攻下城池 我觉得这是最笨 他劝五成说 你若能听我的计策 可不公而相成 不站而略定 传习而千里定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不就是我孙子兵法所说的什么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他说你若真的听我的话 你可以不站而胜 不想五成 若是五成到有点脑筋的话 他一定很 一定一定很一定很好奇 说那到底什么计策 可以做到这回事情 伯兴君说 什么意思 宏通说 今天泛杨令 这时候泛杨令 如果他若是忠于秦政权 他应该整顿氏族 然后 坚守 备战 可是泛杨令不是这样的人 泛杨令 却既胆小又害怕死亡 既贪婪又重富贵 所以欲先天下降 就是他想想着向你投降 他说卫君 可是泛杨令害怕死 害怕你依然像以前那样 只要是秦设置的官吏 你就会一定要杀人们杀掉他 就像前十成那样 而蓝金 泛杨少年也会杀掉 县令 当他们杀掉县令 他们也未必会把层次交给你 这边可见这边 凯通他其实是对五层的那个下层暴力革命路线是有质疑 他觉得 凯通觉得五层这个下层暴力革命路线效率太低 而且成效不高 那怎么办呢 那凯通说 凯通其实他想说如此你就走上层路线 他劝五层你为什么不 让我带着侯应信 拜封范杨令 代表城社区封范杨令 而范杨令则以城下军 就以城池交给你 而少年也不敢杀其力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一方面 那些城市领导像范杨令这样的人 借着城胜的大势 重找一个靠山保住性命 另外一方面 借着 城市领导命来交换城社 拥有这个城池的权利 关于是他觉得走上层路线 效率更高 更能拓展革命事业 一个范杨令只求保命 而城社你 古城你拿到城池 你甚至进一步的令范杨令 叫他去做 诸物轮滑谷 层的最漂亮的车子 游走在烟造的郊外 让人们都看到 这就是所谓的千金买马骨 那是一个样板的广告人物 让他们都看到 烟郊人们城市看到 都说 这就是范杨令 他还能活得好好的 因为他找一个新靠山 而且他先投降 他们会非常高兴 烟造城可物战 你可以不用作战 他们都会投降 这就是我所谓 传习而千里定也 于是五姓军 放弃之前的道路 从其计 因此派宽通赤范羊令 侯令 造地文之 不占而已成下者 三十余成 那可不得了 前面走暴力路线 十成 而宽通这个计策 不动手 拿着三十余成 这是不得了的 因为我们如果再进一步去讲 宽通的厉害在于 有几点 第一个 宽通去 宽通师傅 他对领导 行的领导管理 他没有偏见 他也没有愤怒 他只是像测试一样 冷静客观的 去看那个时代 他没有被卷入那种 我非要干掉某人的那种 恩怨之中 他看到人们对领导的愤怒 像武成看到人们对领导的愤怒 所以利用这个愤怒翻车 这就是陈胜他们之所以能起义的那个最动药的动力 可是宽通看到的 他却没有想去利用这个 他更重要是宽通看到了当时那些领导人 内心对那种突然爆起的革命浪潮的那种恐惧 而借这份恐惧逼他们交出权利 以求自保 那些领导就在那个动乱时代 交出权利保住签名 而武成这些人借此拿到权利 大家各有所求 只是不知道半通这样的计谋 他在那样的时代中 他得到些什么不知道 不过不得不说 这一番见识 还有这个奇策 太了一条 太了新局面 太史公觉得不得了 写在历史之中 作为一个历史的智慧 如果你无法走上下层路线 就该走上层路线 后来等到张尔跟陈渝到了邯郸 骑过了邯郸 后来听说周章军打进了韩古关 到了西退却 当时那个周章就是那个陈胜的下属 当时裹了几十万的难民流民 攻进韩古关 当时那个那个秦政权对此 他一无一无所知 就在那个被最突然的时刻被打个手 那个什么惊慌是错 不过打到戏 也就是 这一瓶流民中 最大可能的成就 其实也还是不成了 后来那个流民 后来这些流民 让那个什么秦政权意识到 动乱时代到来 给派兵出来 镇压了 同时 陈舍张尔又听说 诸将那些将领为陈王 殉帝 就是打下土地 而大多以忏悔 因为小人的残言得罪被杀 这里 这里应该要去看看陈胜世家一段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说陈胜基本上 他是个 他是个有瑕疵的英雄 第一个 他为了他为了赶紧抓住好处 他自己这里为王 我想那个陈胜虽然那个虽然有勇士 可是陈胜的出生 以及陈胜他所他的那个教养 限制了他的作为 据说陈胜那个晚年晚期 请说晚期也很奇怪 陈胜自从成王 自从起兵到他那个兵败被杀 在历史上实际只有短短六个月 六个月 据说就在那几个月之中 陈胜那个几个月之中 据说陈胜到了晚期 我想他内心充满了恐惧 他太害怕失去权力 他不像汉高祖虽然是平民出生 可是汉高祖懂得去驾驭人 懂得与群臣共利 而陈胜到最后基本上 他是以恐惧 逼死人们 你所有替他打下土地的 竟然都得不到好处 而且得到被杀 那谁会为你做事呢 他说陈胜后还说 以某某人为忠正 这个忠正 然后以虎武为师过 你刚看这两个官民 忠正跟师过 可见他多想去抓住下属的小辫子 辱私群成言 这里反映出陈胜内心的恐惧 我觉得陈胜到后期 他可能突然意识到 他的权力流失太快 他无法驾驭人 这个来自于他可能 他第一个他没有手段 而第二个他没有见识 第三个他不是那块料 说他是个英雄 但他是个有瑕疵的英雄 据说诸相逊地打下土地 是令之不适者 就是陈胜的命令被否定 他会抓住下属 而且把刷属给杀掉 以科查为终 以能够严苛去督查别人 这很要钟情 这是一个多么苛刻的老板 其所不善 如果他不喜欢人 服下力则自自自 就是凭着自己的主观 就自己去办了 这多可怕 陈王信用直就信用这些人 诸将以旗顾不倾服 就因为这样不倾服 可见陈胜到了晚期 他大概因为内心的恐惧 如果可以的话 他应该他应该去翻史书 去看汉高祖 汉高祖怎么驾驭人 汉高祖很清楚 汉高祖就说 倘若你为我 你真的有利于我 重赏 赏到什么程度 赏到你无可想象的程度 只要你有建设 一定拉帮你 这是汉高祖 举一个例子 其实这只是一个 在史书中 这只是一个 其实例子很多 想想看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例子 好 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例子 不许这么说 我们之前上个月曾经讲到 汉高祖是平民出生 他基本上 在那个什么 官庭 官那个什么 就是宫廷礼 这方面 基本上他一无所知 不妄是他 包括他父亲也一无所知 据说汉高祖 当时虽然是皇帝了 见到他的父亲 依然行家人礼 然后向他父亲跪拜 后来那么跪拜几次 后来他父亲的家宅就劝汉高祖的父亲 他说天下已经国家正式建立 你的儿子虽然是儿子 可是他是皇帝 他是君 你是父亲 但你还是成 注意这君臣之间的分别 所以后来那个家宅就告诉 就建议他父亲 哪怕你儿子向你行礼 你要拒绝 为什么 你儿子已经不再是你儿子 他是国家的象征 他已经是君了 后来他的父亲接受这个意见 于是拒绝儿子行家人礼 而以君臣礼见他儿子 这只是一个这样的建议 汉高祖听了 很开心 他突然觉得国家开始有法度了 知道这样的建议 汉高祖那个家宅得到什么 五千两黄金 五千两 五千王金 五千万 就这么一个建议 那个家宅一辈子富贵荣华无期 也就这么一个建议 这只是一个随手的小事 就这么一个建议 可是汉高祖觉得这是好事 所以要给五千金 汉高祖没有对下属有这么严苛的责法 可见到那个陈舍那个什么 陈舍在这地方那个什么 他以科查为终 这个显然那个什么 这个作为基本上那个 我们会发觉 陈舍所要打倒的对象 也就是以科查为主的情政权 陈舍最后所学到这一套 也还是负责秦政权那一套 然后那个什么 这边那个张尔跟陈舍 第一个他指责张尔跟陈舍 张尔跟陈舍那个陈舍 指责陈舍 人事上有过错 同时又劝陈王 不用其策 少个字不用其策 同时不为将而以为教位 让这两个为教位 因此就劝五成就说 他说陈王起成 自成 他就自立为王了 可见得不一定要立六国后 五成你以三千人打下造地数十成 你一个人聚在河北 你不称王 怎么震得住这个局势呢 而且在这边 这边有个很漏过的挑拨 他说陈王听信残言 你若回去向陈王禀报 我想你会倒大美 恐怖拖于火 陈王会如何对你 或是如何安排造地的局势呢 他说不定会立自己的兄弟为造王 不然就立造国后代 他说五成啊 你将军 你何不抓紧这个时机 你就自立为王吧 反正陈圣也自立为王 你何不也自立为王 五成听了 想想陈圣最近的作为 因此他也就自立为造王了 不得不说那个张尔跟陈玉 就利用陈圣用人不当这个状况 在背后咚了陈圣一刀 报了仇 然后 离间五成跟陈圣的关系 后来那个五成投桃报李 以陈鱼为大将军 张尔为右丞相 曹沙为左丞相 后来死人向陈王报到 陈王听了大幕 那个手下出去 家办事 后来竟然自立三头 因此据说陈王想信族 把五成整家族全部杀光 而发兵紧张 陈王的本人基本上跟黑道投资那个什么做法基本上一样 我们霸卷战争动乱时代很多人做事基本上跟黑帮一把 意思就是小弟出去做事 竟然小弟自立为新的老大 你若作为老大你能忍 当时陈王向国劝谏陈圣说 秦没有灭亡 你这时候杀掉五成塔架 这不就生意秦也不就 这不就再替自己树立一个对头吗 这其实是旧大体早眼 其实我们若是旧人士来看 五成的家族在你手上 五成都敢自立为王 可见这个人的心 他已经做好舍弃家族的准备了 你杀掉五成这个家族 除了结怨外 除了那个什么 让你一时痛快外 还有意义何意义吗 因此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 防军建议 你为什么不如因此 赫兹 暂时 落实这件事情 并且要求他 挤引兵 吸挤寝 让他 进一步往西 开局面 借力 打开局面 其实在权魔上 一方面借力 希望五成打开局面 一方面大概 也有借刀 借琴的刀 来杀人之一 那陈王觉得 这样是最好 从其计 因此 喜 戏五成等 把他家族的人 放到宫中 就是自己身边 最近的地方 严密看守 这是人子 将来要杀 要放 带 并且封张尔的子 为成都军 张尔的小孩 也是人子 也抓住了 陈王派使者贺照 并令赶紧发兵 欺读管 那张尔跟陈渝就劝五成说 王 王兆 陈王 让你肯定你 让你陈王 这其实不是陈圣的意思 只是以济赫王 这个地方 他们那个倒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什么 务实 已经不再像之前 那么样充满了理想性 他们倒是很务实的看到 陈圣之所以这么做 基本上 这是个缓兵之计 为什么陈圣会如此宽带 是因为他们的共同的大敌 琴还活着 共有敌人还在 他说 倘若今天陈圣消灭了琴 绝对嘉宾于兆 一定会复仇 倘若共有敌人 不在了 陈圣一定复仇 一定保守 这地方倒是分析很清楚 这里张尔跟陈渝倒是非常务实 非常非常务实 他说这个时候张尔跟陈渝 他倒是提出一个方法 他说愿王勿西兵 希望你不要往西打 你应该北往北 进一步的打下 烟跟带的地盘 并难收河内以致广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期待 你的仇人陈圣将来不发兵 你只能努力以求自强 只要你够强大 陈圣未来未必敢负仇 只要你强大到陈圣 只能服从此 那就没有什么复仇不复仇的 只要照真的做到 开脱更大的地盘 南聚大河北有烟袋 鼓虽盛情 并不敢制造 让你强大这个地步 陈圣也只能敷衍你 在这个地方 那个什么 障碍跟陈圣的眼光倒是精准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在的国际政治之中 美国对中共的策略是不断努力削弱 我这个这个这个有有用吗 不按照那个陈圣障碍的意见啊 削弱别人 益处不多 努力强大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共的回应就是一方面 掀脱 一方面在这过程中努力去强大自己 当然 倘若中共觉得自己够强大使 那就时代的 那就时代的变局 后来赵王觉得 没错 因此赵王不往昔 而派韩广掠燕 李良掠长山 张眼掠上党 后来韩广到了燕 燕人 就进一步的去 服力韩广为新的燕王 赵王因此就派张尔跟陈渝 北略帝燕姐 当时这个武城据说他化妆 剑出 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被燕军活捉了 燕将 拿着赵王武城这个人职 就想借着预分赵帝班 分了赵国一半的地盘 因此才打算归王 这不就是绑架勒索 勒索一半的地盘 据说赵的死者去 燕立刻杀之以求帝 就像我刚所说的 这些人的作为跟黑帮老大 你抓住人职勒索 要求赎金吗 那个警察又不来抓你死 那个什么 就这一切只能按照这种 从你把子运作 赵王跟陈渝换死了 说按照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按照一般行为法则 这时候不狠狠 张尔跟陈渝这些不狠狠出血 五城是赎王是赎不回来 说这个五城 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被人家抓了 可见这个五城 也不是什么太厉害的人物 也没什么太厉害的人物 这个人是个随着十四的流转中 一时之间突然得到 得到大运 可是他的运言太短 据说有私养族 私养族就是 私养族就是 私就是烧火 私养族就是厨工 在厨房里面帮忙的小工厨工 有个厨工 据说就是像他的同宿舍 那个社友都实际的说 我要为了无畏工缩烟 我要为了赵 赵国的领导 去向烟说服 我会将来 我会把赵王再回来 当时同社中的朋友都笑说 那个死者去已经死几批了 都死掉了 你凭什么得到王 后来那个私养族 嘟嘟嘟 就跑到眼闭 这个私养族 据说也凭 他抓住一个特点 凭他的口才 博出一个未来 就像我刚刚所说 乱世出人才 在那个混乱时代 一个那个 一个那个什么 在厨房做事的盟友 他凭他的新点子 也有新的眼光跟见识 竟然凭着这个 这番见识 他竟然完成这个 不可思议的任务 他自然真的也就把赵王给救 救了 问题是怎么做到 平道理怎么可能 人子 那个那个那个 黑帮都绑架出人子 想见识勒索 竟然那个什么 竟然还没办法做到 怎么做到 怎么做到 烟将据说见了这个死养族 就说死养族就问烟将 你知道我想来干嘛吗 烟将说 你想得赵王吧 好 再说 你知道张尔跟陈瑜是谁呢 烟将说 贤人也 你知道他们的志向何在 想一想 烟将说 大概是想称王吧 我想那个斋牛乱事 人们觉得 人生最高目的就是称王 称王吧 刚刚那个斋养族 就笑说 啊 你们实在 你们真的不知道这两个人 所真正所要的 他说 不武成 张尔跟陈瑜 这三个人 杖马锤 就是 打仗 攻下赵地 数十座城池 此意 他说 这些人真正的意义 都想难面而亡啊 怎么可能 一辈子替人家做倾向而终 在这种东南时代 机会无限 张尔陈瑜会一辈子做 替人家打工吗 一辈子抬轿吗 有机会干嘛不做做教的 这种东南时代 想想看 相信比心 燕将你问自己 有机会你想不想称王 你如果想 大家都想称王啊 只是做不做做到做不到而已 他说 臣跟主 即可同热道战 打工的跟赚钱的 开教的跟做教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得不说这些话 极其具有说服力 专动你 想想看在那种动乱大时代 你有见识有眼光 而且有胆势 明明明可以拿到更大更大更大好处 你会委屈自己吗 那四样猪说 只是局势未定 未敢三分而忘 只是局势未定 五成 不敢三分他们的地盘而忘 而各自为王 今天 今天 以烧掌 就以资历 先立五成为王 然后 以持造星 进一步去稳定 造帝人们的 名义 今天造帝以王 此二人也想 瓜分造帝而王 只是时机未必 今天军 你们绑架了造王 而想去瓜分造的地盘 老师跟你说地盘是不可能让的 你们拿点钱 顶多拿点钱 拿到一些好处 若你们再逼下去 他说此二人名为求造王 而死于焉沙子 你逼到最后一定是 让这两个人 借着焉这把刀 杀掉造王 而这样 两人分造地 自无力 分造自力 这边那个 这边讲的很露果 也讲的那个什么 也很可怕 他说 他就说 焉匠你如果真的要把这个 绑架执行到底 就是逼的 逼的那个什么 逼的焉国自己把造王杀掉 而到最后 两人就瓜分造地盘 他说 夫以一造 上一焉 他说 况且一个造地 他还会 一时看一时轻视 现在以造这样的地盘 力量都大到 足以轻视你们焉地 而况 两贤王 左提 右不 而则 杀王之罪 灭烟一矣 如果你们最后杀掉了赵王 想拿到你们 根本拿不到的好处 这不就逼了两人称王 而 藏两个人 尽最大的努力 以杀王这个名义 你干掉烟吗 不得不说这个厨公啊 充分利用了烟人对脏耳的恐惧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心 一个是笨蛋的五成 你要选五成为敌 还是选脏 成 这两个贤人为敌 想想看 你如果能够选择你的敌手 你要怎么办 没想到这番硕食竟然就打动了烟匠 可见烟匠对这两人顾忌 后来于是就归赵王 养族竟然就带着赵王回来 完成这个不可能任务 不得不说这真是个奇迹 这真是个奇迹 古人有一段话评论这个事情 文字有点有点有点那个 监视我稍微翻译一下 他说养族分析事是非常的清楚 因为养族知道五成 真是个没有用的人 而见章耳跟成鱼绝对是 必非吓人的 他们绝对不会甘心一辈子 提人家打工 提人家抬脚 不得不说在那个动荡的时代 只要有点才华的都有野心 只要你有野心 有机会 你都未必甘于一辈子提人抬脚 这一段对 藏耳跟成鱼的心事 我想藏耳成鱼大概不愿意被人家讲出来 也不愿意被人家看破 不过那个养族所说的名为求主 死欲淹杀之这个 这个大概太苛刻了 这个这是个诬告 那个古人说 若就局势来说 倘若这两个人真的要借淹这把刀借刀杀人 应该真的要让淹去杀掉五成 就赵应该直接实际跟烟作战 决一子战 而赵王大概就死定了 竟然张老根成鱼为了挽救这个局面 派了十余批十者 还不敢动手 正所谓投鼠忌器 后来养族据说 龟王而不闻特傻 大概未必不以期 大概也是因为他倒破两人的事情 而又被忌惮 那养族为什么没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什么 因为这养族 讲穿了这两个私事 这是一个推测 不过这个张老根成鱼 是不是想借刀杀人 局势的确还没有演变到这个地步 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什么 这个养族分析事事 极其的精明 不得不说乱世出人才 我原先都以为黑帮绑架人 竟然想拿到蜀金 竟然还发觉蜀金竟然拿不到 哪有既有的蜀金拿不到 竟然赵王还能全身而退 我相信那个什么那个燕人大概拿金钱 大概应该金钱的好处应该是 金钱粮食好处该拿到 土地大概拿不到 后来那个什么 李良已定常山 据说环报 这个那个五成的下属李良 据说平定了常山 回来要禀报 赵王后来派再派梁去攻那个太元 随着局势的演变 据说李良达到了十亿 秦兵堵塞了井行这个关键的军事要地 李良打不下去 当时秦将 乍撑 当时秦国将领为了劝说 为了那个劝说 那个那个为了 为了那个什么劝反 就是为了那个说动的李良 背叛造反军 因此他就假冒二世皇帝的那个命令 就派人给李良说 而且故意注意注意这个书信还故意不封 没有密封就是让大家的人都知道 他说 你当初梁 曾经 靠着侍奉秦 而得到尊贵的地位 这里秦将 以二世的名义说 倘若李良能够改头换面 反造 背叛 起义军 革命军 再次投入秦政权 秦会赦免你的罪 而且给你富贵 当初梁得到这个信 怀疑不信 后爱李良 那个后爱李良 后爱回到邯郸 为了那个开拓失业再次请兵 这时候发生一件小事 而这个小事后来导致赵王武城就这么死掉了 据说李良 据说李良还没有到邯郸 据说就在路上看到 赵王武城的姐姐出去旅游 带着白鱼记 当时李良看到了这样的身世 以为是赵王 因此就跪在马路边行李 赵王的姐姐喝醉了 不知道是李良这个将领 因此就随便派个将领 向李良表达那个表达此前 这其实是羞辱人 李良后来李良一直以来出身高贵 起来突然发觉 我行错礼拜错人了 我丢人了 残其从关 看到旁边手下觉得羞辱起来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武城拿到富贵荣华 这些人就立刻享有富贵荣华 他们腐败的速度其实很很快啊 这时候还在革命呢 后来那个李良下属就说 面对这样的奇词大辱 你不以血洗尽 你这样就丢一辈子人 从关就建议李良说天下背叛情 有能力的人 就成王了 而且赵王想想看赵王出生 他出生比你还卑贱呢 现在是也丧失 但是赵王先拿到好处 今天他的姐姐一个富道人家 他竟然 他竟然 不为你下车行李 全拍个人就打发你 你干掉他 不然太丢人 李良一方面 羞辱觉得羞辱 二方面又觉得 他拿到赵的保证 秦的保证 有退路 因此 豁出其反照 本来就在 动摇的这个过程中 还没有决定 就因为这样的匈奴 于是派人 杀掉 就在路上杀掉 武成的姐姐 一不做二不休 因此一立刻派兵 袭击邯 邯郸不知 因此就在这样乱举中 干掉了武成 那些造地的那些领导 就这样就 草混乱中 就这样被杀掉 后来道人 因为多位 章耳跟成月耳目 后来这两人 得以脱身 可见的那个什么 有能力的人 没被杀掉 无能的人 哪怕炸停富贵 也就这样被牺牲掉 后来在这样的乱局之中 章耳跟成月耳在乱局中 最后接收残存的兵马 也得到数万人 后来就有人 劝章耳说 你们两个人 都不是造人 所以你们想 得到造地民众的依附 根据乡土 原关系来说做不到 你何不 独自福利 赵国的后代 福以义可救公 因此他们就求得赵王歇 赵国的后代赵歇 立他为王 重新再开启 两人的事业 而这个李良呢 也就在这乱局中 一不做一不休 先干掉五成 再打成月 凭着这一分攻击 后来投靠了 造起勤将寒丹 张罕 请将张罕 请将张罕 好 就在这样乱局之中 五成 可见他不是有能力的人 哪怕榨德富贵 也都消磨在历史的浪潮之中 扎尔成云能活 因为他们毕竟有能力 所以他们活下来 而能够再继续 继续打拼 不过随着他们卷入这个时代浪潮 卷入越深 所牵涉的利益 也越深 在张尔成云六段前半部 我们可以看到 讲张尔成云的事情并不多 可是有许多 在那样浪潮中 动乱中许多人才的精彩意见 提供了宝贵的 这历史智慧 跟我们参考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